其实最近两大超商业者是大打双麒麟大战 推出就是怀旧牛奶糖口味 一天能够热销上万只 除了有牛奶糖双麒麟 还有这老牌巧克力也有新巧思 结合了单板面包 把巧克力糖当成内馅 让儿时机里的零食多了新口味 双麒麟机不停运作 超商店员手没停过 牛奶糖深牛奶糖 超商大打双麒麟大战 这次推的是小时候的回忆 到现在它的口味都是没有变 觉得每次吃的都会觉得非常的感动 一口接着一口 牛奶糖双麒麟甜度适中 加了盐巴中和甜味 一天可卖三万只 而是牛奶糖双麒麟甜度较甜 有焦糖味一天热销十万只 这两家超商不约而同 用牛奶糖抢供消费者荷包 巧克力牛奶糖大家小时候都吃过 现在业者出新招 要让大家回味小时候的记忆 牛奶糖除了做成双麒麟 还有布丁松饼跟雪糕 除了老牌牛奶糖 就连巧克力棒也有新吃法 拨开裹上巧克力酱的大和宝 两条巧克力棒就躺在里面 软明明的面包搭配有嚼劲的巧克力 老商品新吃法让业绩成长 巧克力面包 牛奶糖松饼 还有牛奶糖布丁 这些儿时记忆里的零食 变身成新商品 意外让销售成长三成 就小孩子想要吃我就带他们来买了 我是因为它出新口味 所以我才特别来买来吃看看 不管是牛奶糖还是巧克力棒 业者结合各种商品创造新吃法 牛奶糖搭布丁和松饼 巧克力棒搭配面包 老商品也能够创造新商机 这里留言评计划一字 台湘莫道